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封油经 是 犹太人那个油 封油经 今天有些精神犹太人他们指责中国有一种舆论叫反油 他们把在所谓巴异冲突当中的以色列军队全副武装的军队 高科技打造的那支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的那种屠杀 他们把这种东西叫做正义 而把对这种东西的一种实在看不下去的一种感慨 叫做反油 这世界上还有道理讲吗 今天有些人说中国有人公开反油 我大概就属于被他们说成是公开反油的 我怎么会公开反油呢 犹太民族啊 犹太民族国家以色列今天是中国的一个有着正常国家关系 有着贸易往来的有很多科技先进的东西 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样一个国家 我们当然不反油 我们只是对犹太民族历史上这些谎言 说了几句实话 我们只是对今天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人那种残酷的屠杀 我们我们基于良心和本能我们看不下去说了几句话而已 在中国今天有一些这种风油精他们呢站在以色列的立场上 他们看不得中国好啊 他们看不得中国和以色列好 他们认为以色列的这种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人那种残酷屠杀 中国人只应该唱赞歌 如果你表示疑问 甚至你不表态都是你你反油 这种毛病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灌起来的 啊 有些人还真的就这么想 关于这件事情啊 说的稍稍远一点 以色列和中国的关系啊 我刚才反复强调说正常的国际关系啊 正常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但是你知道吗 改革开放这40年来有很多人呢 长时间致力于编造一种神话 如果说犹太这个人的这个系列节目当中 我主要是讲的犹太历史上那些节目的人的那些编造出来的 骗人的把戏以外 那这个风油精系列 我想主要跟各位讲一讲40年来那些 风油精们他们所制造的一些神话 表示中国和以色列关系啊 到底怎么样 哎 风油精造了很多很多话 说中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啊 哎呀 中国的这个今天的国防工业啊 没有以色列就不行啊 是以色列帮助了中国国防工业 是以色列捐助了中国先进的啊 这个国防科技 还有以色列这个民族啊 他们呢 这个对中国感恩戴德 他们无偿的援助中国 哇 以色列非常亲华 以色列这个民族人家怎么着怎么着 人大一个教授 我认识的一个人 后来跑到海外生活了 那说起以色列来 比说他亲爹还要感动 眼泪汪汪的 一张老脸 说那么感人的话语 全都是鸡汤语 风油精们疯了吗 对 他们是疯了 但是任何疯都是两个原因 一 认识方面的原因 可能是被人家洗脑了 还有一种可能 毫不怀疑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有人他扮演风油精 仅仅是因为拿钱干活 他扮演这个角色 是因为得到了利益 被人家利用了 他很享受这种利用 对不对 以色列和中国的关系 到底什么关系 到底什么关系 我说正常国家的关系 有人拜听 有人说你知道吗 斯马兰 以色列 这个是中总最早承认 新中国的国家 你知道不知道 我当然知道 我怎么会不知道 对不对 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 他们那个大使 去之前 先请我们吃顿饭 开篇就是这句话 最早承认 你这话是真话 这话倒是真的 对不对 1950年 1950年 刚刚过了年吧 新中国刚刚成立 以色列 确实是宣布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中国合法政府 算起来呢 以色列真的是比较靠前的 以色列是第七个 承认的新中国的 非社会主义国家 因为它是第七个 苏联的东欧那些国家 人家早都承认了 它是中东第一个 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但是大家不要搞错了 承认和建交 那是两回事 承我承认你 说咱们建立外交关系 那是两回事 对不对 以色列宣布承认你 说我表示说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 那我跟你切息 那是两回事 以色列开始也表示 愿意呢 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因为以色列那个时候 他比较孤立嘛 他刚刚建国 他非常孤立 阿拉伯国家呢 他不接受 他突然间联合国 尤其美苏两国 把这么一个东西 就插到这儿来的事实 以色列希望呢 远交进攻 希望联合世界上 所有能够联合的力量 来改善自己孤立的处境 因为他处在一片 阿拉伯国家的包围当中 但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 他说了一两句好话 赢得了一点 自己外交主动 那之后 之后大家知道 建国之初 中国发生什么大事 世界发生什么大事 所谓抗美援朝啊 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毛主席想了多少天 最后决定参战利益极大 不参战将非常被动 一拳打得百拳开 中国出兵抗美援朝 这个时候 知道以色列什么态度吗 以色列态度 来了个一夜 八十度大转弯 什么意思啊 以色列政府只是驻外机构 不要对抗联合国多数国家 中以外交关系就此 就搁置了 以色列的政治态度里 以色列的选项非常明确 那为什么刚刚建国 的时候人家口头表 口头表达一个什么意思 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情 所以我有的时候 我跟年轻人说 我说你们就口头顺水推舟 说人家一句好话 你都不肯吗 你就吝啬到连一句好话都懒得说吗 你说他一句好话怎么了 以色列那个时候 之所以中国的好话 还不是我们说顺水推舟的事 还不是说这个就简单的好话问题 以色列刚才说了 他处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之下 远隔千山万水 那么大一片地方 成立新中国 他说我承认 对以色列来说 对他是有利的 这不等于说建交 这是真实的轻狂 后来的背景是美苏争霸了 对不对 大多数国家都要二血一 二血一保证自己的利益 以色列这个时候 跟中国建交了没有 没有 以色列跟谁跑的 以色列跟美国跑的 所以大家 如果你们活到我这岁数 你们就知道 我年轻的时候 我们听到最多的 反对美帝国主义 反对犹太复国主义 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为维护民族权力而进行的斗争 这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报纸上天天都是 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 所以你说那时候 以色列跟中国的关系怎么好 辅助中国的军功 无偿的援助中国人民 风油精 你脑子是不是有一点进水了 虽然没有建交 但是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使馆 做进行沟通 那时候中国和美国 没有外交关系 而中国和美国朝鲜战场 结结实实打了一仗 那不也是有 拐着弯的 拐着弯的和其他 通过其他国家建立一些沟通和联系 基辛格怎么来中国的 巴勒斯坦访问 突然说我肚子疼 基辛格 你这是个犹太人 我肚子疼 然后上了架飞机 一架小飞机 挥呀挥呀 然后悄悄的落到北京了 然后就跟中国建立联系了 也就是说 有人有风油精认为 以色列和中国虽然没外交关系 但是还有联系 你不能用联系来证明 以色列军功帮了我们 你也不能说拐着弯联系 就证明以色列这个人 对我们就怎么怎么样 没怎么样 我们跟美国也是 也是有联系的 我是用基辛格肚子疼 这件事情证明 没有外交关系 有联系这件事情 并不能证明 以色列居高临下 曾经呢 对我们怎么怎么恩赐 制造以色列曾经有恩于我们 这是风油精表现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万龙会议 1955年万龙会议 以色列没去呀 为什么没去呀 被拒之门外 那时候犹太复国主义 全世界一片汗打喊杀声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以犹太复国主义 把插钱人结束之后 以色列急于对华 拉近一点关系 哪怕做点生意呢 来抵消 抵消万龙会议 他都不能参加 给自己造成的不利影响 所以后来 以色列的确是召会中国 准备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有这事 有啊 但是中国呢 中国跟谁建立外交关系 这是通盘考虑 通盘考虑 对不对 以色列是谁呀 以色列是美国 插向中东的一个蝎子 犹太复国主义 所以在那个时候 中国 是发生战争 这是大事对不对 1956年还有什么事 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 取得基本成 基本胜利 1950年八届一中全会召开 1950年还有一个大事 大家以后的记者 司马南来到这个世界 1956年中国支持埃及反击侵略的斗争 这自然就受到英法背后支持的以色列 那对中国态度不压了吧 对不对 中国支持埃及反击侵略 以色列一看说 哎呦 中国这个政治态度 呛了我的废管子了 对不对 所以以色列跟中国的态度就进入冰冻状态 风游经们 你们说是不是啊 接下来是多少年啊 接下来就二十多年 司马南二十多岁的时候 司马南大学毕业了 都分到北京了 进国院机关当差了 是吧 以色列跟中国关系好了吗 以色列怎么帮助中国了 有这事没有 没有 所以风游经们 你们能把二十多年压根没有的事 说成以色列一直对中国友好 帮助中国军工发展 连一个子弹都没有的交往 一个卡宾 一个步枪都没有的交往 那怎么军工帮助中国发展了 二十多年 对不对 非常别扭 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 海湾战争当中 这发生一个很奇怪的事 中东的事特别复杂 我用了好长好时间 好长时间在理这头绪 理清了吗 没有 有个词叫至思一焚 就越弄越乱 你知道九十年代初啊 这个海湾战争打响了 巴结组织 就是巴勒斯坦的 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加入了伊拉克这营 结果呢 萨达姆横横横横 穷横穷横的恶人自有恶人魔 伊拉克失败 结果呢 巴结组织 激进派的力量受到削弱了 而以色列在战争当中呢 也没得什么好 遭到伊拉克的大量的 飞毛腿的导弹的袭击 所以这个时候 以色列在那个时候 赢了不少同情分 因为萨达姆那时候 飞毛腿导弹 搜搜搜 就往以色列飞 这个国际形势 特别是中东那个地方 谁强了 谁弱了 彼此此消彼长 这个棋盘上面 以色列那个时候呢 就得了一点分 什么分 我把它叫做同情分 就那个时候 以色列的国际处境呢 得到一点环节 因为此前几次中东战争 他把人家打了个稀巴烂 占人家的地盘 是吧 在美国支持下 以色列是人民公的 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 战争行为残酷 野蛮血腥 但是后来呢 萨达姆这个狂人 这飞毛腿一通乱飞 以色列呢 招架招架来回躲 好多人觉着 你看这个伊拉克 也是不太像样 伊拉克呢 你最后还被打败了 所以这个时候开始 中乙关系的确是 有那么一点改变 这种改变呢 用两个字来概括 叫松动 如果原来 你去开牙就知道 前后能动的 叫一度松动 左右也能动的 叫二度松动 耍圈的叫三度松动 这个比喻不太恰等 有点庸俗 中义关系在 伊拉克飞猫腿 往以色列飞来飞去 那个时候 以色列得到一些同情 中义关系 有那么一点松动 这是真的 这也算不上 有多么密切 直到1992年 小平同志 南方都画了圈回来了 中国和以色列 才建立外交关系 现在要正式建交 改革海洋 进入新时期 单子要打一点 不只要垮一点 小平同志 南方画了一个圈 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神奇般的崛起一座城 那个时候 中国一切都在大变 背后的因素 中国和以色列的关系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中国和以色列 有个单独的关系 中国和以色列的关系 我们必须这么说 事实上是建立在中国和整个西方的关系的基础之上 以色列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关系 如果说把西方整个比作 我刚从新疆回来 把整个西方关系比成是一都路葡萄的话 以色列是一都路葡萄上边的一颗葡萄 如果没有 1992年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 然后中国和西方关系的逐渐解冻的话 中国和以色列是不可能建交 以色列从来就不是孤零零的一个 以色列紧紧绑在美国的战车上 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直接决定了中国和以色列的关系 所以1982年有个非斯宣言 阿拉伯国家也含蓄的承认了以色列 知道了 也就是说中国和以色列建交 那个时候 十年前 阿拉伯国家有这么一个宣言 叫非斯宣言 也含蓄的 羞答答的 有点不太自然的承认了以色列 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 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关系呢 出现了一种松动 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所以终于在建交 因此那种所谓建立在犹太民族 对中国友善 犹太民族怎么怎么起立就强 对中国好 就是亲中的基础之上的 那些风油精们所宣传的 以色列对中国好 别吹了 没这回事 压根没有这么回事 地缘政治 国际政治 从来都是残酷的 中国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之后呢 的确是发展的比较快 当年就签了一系列协定 有投资保护 有什么工业研发 有什么经贸合作 对不对 此后八年 中国和以色列贸易增长 92年 那时候才5000万美元 2000年 是吧 八年之后就干到10亿美元 是啊 是不错 但是话说回来 哪国和哪国建交之后 贸易发展 这都是个基本的规律 在一个政选曲线当中 没有特殊性 在这段时间里边 这段时间里边 中国和以色列合作 合作应该是富有成果的 商业合作之外 军事上没有合作 你说有没有 当然有啊 有啊 以色列确实是向中国提供了一些支持 比方说 霹雳巴 空空导弹 我不懂军事 我只知道霹雳巴 空空导弹 说那个东西是以色列 以色列怪蛇 三 怪蛇三导弹的相关技术 那有人说呢 看斯马南 你自己自己自食其言了吧 以色列果然是军事上援助了中国 哎 两条啊 别忘了 第一 是美国允许的 向美国老板报备的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那时候也还不错了 对不对 美国认为中国这点军力 对美国根本就不错 造成威胁了 给他一个给他点 啊 想想说三 想说三 怪蛇三 给他 能怎么着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以色列给的 但是你以为以色列白给呀 以色列狠狠的敲了中国一笔 当时中国的真金白银的外汇 太难了 中国需要这个技术 美国又允许 中国就花了一大笔钱 就引进了这个技术 以色列民族 特别垂青于中华民族 有这事吗 没有这事 这是一笔买卖 而且是美国 美国体系之内 美国允许的 美国点头的 报备了一笔买卖 风油精 风油精还流传说 坚实技术来自 来自以色列 我告诉你 这瞪眼撒谎 胡说八道 坚实总设计师 叫宋文聪 知道吧 宋文聪 早就站出来 不止一次公开否认过 两者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坚实跟以色列有什么关系 那为什么中国的 风油精会制造这个谣言 就是要 就是要制造 要制造 以色列 犹太民族 对中华民族有恩 因为军工这件事 有一定的保密性 对不对 有一定的门槛 一般人不知道 我们就不知道 如果宋文聪不出来 站出来辟谣的话 我们还以为 没准有这回事 对不对 以为和怪蛇 怪蛇三的东西差不多 事实上 军事合作这件事 人家美国 美国有个局 叫一箭中情局 知道不知道 人家干嘛的 人家美国国家安全局 人家就专门研究 这个问题的 以色列是美国肚子里的 一个蛔虫 以色列没有可能 绕过美国 这个庞然大物 没以关系 决定了 以色列能够呢 和中国合作到什么程度 但是即使美国老板 审批过了 那以色列也要 敲一笔中国的竹杠 因为犹太民族 大家看过 奥伊尼格朗泰吧 知道那就是犹太人 当年全世界 反犹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呢 太贪婪 贪婪到草菅人命 麻木不仁的程度啊 所以 切切不要以为 以色列格外对我们 有什么特别的垂青 1996年有个费尔康事件 费尔康事件是指 中国那时候费尔康 预警机啊 中国迫切需要预警机 然后呢 就跟以色列商量 有没有可能啊 以色列生产一种预警机 叫费尔康 费尔康 当时是属于当时陷进的项控阵雷达预警机 结果怎么着 结果以色列把中国给玩了 把中国给涮了 下期再讲 感谢收看 再见